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要靠挖药材维持生活 许老三家只有两块地 加在一起不到一亩 所以挖药材卖钱是他的主要经济来源 但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他不动山了 每天挖的药材也越来越少 这天 他从山上挖药材回来 途中看见路上躺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女乞丐 疼妥垢面 瘦骨临寻 浑身打着冷战 手捂着肚子在流泪 身边还围了一群人在议论 许老三蹲下身问乞丐怎么了 并用手在乞丐额头摸了一下 感觉烫得厉害 女乞丐说 我的胃病犯了 疼得很厉害 徐老三说 你不光是胃疼 还发烧得厉害 可能是染了风寒 这眼看天就黑了 你家在哪里 乞丐说 我没有家 爹娘早死了 是姥姥把我养大的 可姥姥也去世了 那跟我回家 我给你配点药吃吃就没事了 有人说 老三 他得的什么病都不知道 你把他带回家 他要是不走怎么办 如果是什么传染病 你也完了 徐老三说 这天都晚了 他又无家可归 再说 他只是胃疼 应该不是什么传染病 即便是 我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吧 徐老三不听别人劝 还是把乞丐领回了自己家 烧了一锅热水 让乞丐洗洗澡 又做了一桌好饭 让乞丐吃 吃过饭 徐老三将芝麻炒熟 然后和蜂蜜一起煎成糊状 让乞丐一天早晚各吃一顿 连续吃了六七天 果然 吃了六七天芝麻煎蜂蜜后 乞丐的胃不疼了 乞丐说 您真厉害 这药又好吃 优管用 徐老三说 你的胃是因为长期鸡一顿 饱一顿 生活不规律 损伤了胃 所以疼 以后生活规律了 胃就好了 姑娘 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乞丐说 我叫杨燕妮 像我这样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 还能有什么打算呢 走到哪里是哪里吧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 徐老三说 那你愿意留下来给我当女儿吗 如果愿意 好我一生爹 如果不愿意 就走吧 杨燕妮说 我当然愿意 爹 徐老三答应一声哀 便老累纵横 终于有人叫他一生爹了 孤独了大半辈子 终于有个女儿了 徐老三又到镇上 给燕妮扯了一身布料 到裁缝铺给燕妮做了一身新衣服 真是人靠衣服马靠安 杨燕妮穿上新衣服 徐老三才突然发现 这个捡来的乞丐女儿 十分俊俏可人 孙立人听说光棍徐老三 在路上捡了个乞丐 领回家当女儿 都来徐老三家看 边看边议论 这徐老三也是有福气 老呢老呢 捡了个女儿 这下后半辈子有人养了 你别说 虽然是个乞丐 但模样还真俊 如果在大典 就可以做徐老三媳妇了 杨燕妮还真是个 吃恩图报的姑娘 自从被徐老三收留 就像清闺女一样 孝顺徐老三 洗衣做饭 缝补衣服 每晚都要给徐老三洗脚 徐老三便逢人就说 她捡了个清闺女 比清闺女还轻 一转眼 三年过去了 杨燕妮也十八岁了 十八岁的燕妮出落得更加俊俏 而且勤劳善良 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 有时候 还跟着徐老三上山妈药 十八岁的燕妮 像一朵刚刚开放的花朵 娇艳妩媚 上门提亲的人也多起来 而且有很多是大户人家 有一个大户人家 不仅良田百姆 而且还在镇上 开了几个店铺 徐老三也想给她 找一个好婆嫁 让燕妮一辈子吃穿无忧 但燕妮却不嫁 她说 爹 您年龄越来越大 我要是嫁了 谁来照顾您 徐老三心里 突然就感觉暖暖的 但她也不能 因为自己年龄大了 而不让燕妮嫁人啊 她说 燕妮啊 你都十八岁了 该嫁人了 你别管我 只要你能找个好人家 爹也就放心了 燕妮说 爹 女儿不是不嫁 而是想招一个上门女婿 女儿不但能留下来照顾您 还能让徐家香火不断 如果有人愿意做上门女婿 和我一起照顾您 我就做她的媳妇 徐老三心里热乎乎的 心里想 是啊 如果有人愿意做上门女婿 那就两全其美太好了 于是就放出话去 想给燕妮找一个上门女婿 然而 那些大户人家 听徐老三要给说 燕妮招上门女婿 一个个都不愿意了 甚至家境一般的男孩 也不愿意做上门女婿 一转眼半年过去了 还是没有人愿意来 徐老三家 做上门女婿 徐老三急了 对燕妮说 女儿啊 你还是嫁了吧 你眼看就19岁了 再不嫁人 就没有好人家了 燕妮说 爹 您别着急 会有人愿意来的 再等等 我不能为了自己 嫁个好人家享福 而丢下您不管 如果真没有人 来做上门女婿 我就留下来 伺候您一辈子 然而 一年过去了 一年过去了 徐老三也托人打听寻找 但仍然没有结果 徐老三觉得不能再等了 就答应了一个上门提亲的大户人家 大户人家家境富裕 良田百姆 牛马成群 家财万贯 而且只有一个儿子 儿子叫徐有才 早就看上了貌美如花的燕妮 一心想娶燕妮做媳妇 但等徐有才 抬着几大箱子彩礼来定亲时 燕妮却怎么也不答应 这还了得 我徐有才家财万贯 有多少姑娘争着抢着要嫁给她 她都没答应 只想去养燕妮 徐老三答应后 徐有才便到处炫耀 自己娶了最漂亮的媳妇 但她现在大张旗鼓来定亲 却吃了个闭门羹 这人丢大了 娶不娶徐燕妮不要紧 但她却丢不起这个人 于是 徐有才大骂徐老三是骗子 并将徐老三家里 砸了个稀巴烂才离开 徐有才走后 燕妮说 爹 您怎么能不给我说就答应他呢 我本是一个讨饭的乞丐 而且还得了病 别人都怕我得传染病 您却不管不顾 把我带回家 不仅治好了我的病 还收留了我 带我如亲生女儿 我就说做牛做马 也难报答救命和养育之恩 我怎么能把您丢下嫁人呢 您别说了 我是不会丢下您嫁人的 徐老三无奈 只好作罢 又开始为燕妮找上门女婿 然而 又一年过去了 燕妮已经二十岁了 依然没有人愿意来做上门女婿 徐老三心急如焚 这天 徐老三又上山挖药 他知道清风山的最高处 有一个地方能采到灵芝 而且是上好的灵芝 一颗能卖很多钱 他想为燕妮留下更多的家财 于是他便爬上了清风山的最高峰 然而 毕竟是快六十的人了 当他发现一颗灵芝 爬上去采摘时 突然脚下一滑 摔下悬崖 好在被一棵树挡了一下 命虽然没丢 但腿却摔断了 天都黑了 还等不到徐老三回来 燕妮感觉爹可能是出事了 急忙请了几个村里的年轻人 上山寻找 找了半夜 才找到 赶紧把他抬到镇上的医馆 在医馆里住了半个月 才回家养伤 燕妮一直守在床前 端茶倒水 端食倒尿 徐老三懊悔自己拖累了燕妮 特别是端食倒尿 他实在不忍心 变趁燕妮不在的时候 忍着痛想自己下床方便 但却从床上摔下来 燕妮又心疼又生气地说 爹 不让你动 您怎么老不听话 徐老三说 闺女啊 爹实在不忍心 让你为我端食端尿 燕妮说 爹 您说什么呢 我是您女儿 伺候您是应该的 再说 您如果腿再摔伤了 在床上躺的时间更长了 我不是更累了吗 您还是好好听话 腿痒好了 您也不受罪了 我也轻松了 徐老三点点头说 好 好 爹听话 听话 说着眼睛就湿了 俗话说 好人有好报 还真的是 这天 燕妮正在给 徐老三擦身上 村里的一个媒婆 嚷嚷着进来了 说 燕妮啊 快给我倒茶 我来给你报喜了 燕妮说 大娘快坐 我给我爹擦碗身子 就给您倒茶 您这急急匆匆的 我有什么喜事啊 媒婆说想 有人愿意做你的上门女婿啊 这还不是喜事吗 完了你跟我去和人家见个面 你要是愿意 就赶紧订亲 然后选个日子成亲吧 徐老三说 是谁家的儿子啊 媒婆说 李家沟村的 家里弟兄四个 他排行老二 叫李二宝 今年26岁 为人老实厚道 知道心疼人 他们父母也同意让他做上门女婿 徐老三说 好好好 他婶子啊 这时就托付给你了 事成了 定会重谢 燕妮 你要是愿意 就给你大娘一句话 燕妮说 爹 只要对方愿意做上门女婿 和我一起照顾您 我就答应 您还没吃饭呢 我给您做饭 大娘 要不您也在这吃饭 媒婆说 老三啊 你真是有福了 这闺女对你真好 然后对燕妮说 我吃过饭了 那我就去李家沟回话去 徐老三说 燕妮 给你大娘带一只老母鸡去 一个月后 李二宝和燕妮举行了成亲仪式 拜了天地 入了洞房 李二宝也正式改姓徐二宝 徐二宝的确像美人说的那样 老实厚道 勤劳善良 对燕妮特别好 而且对徐老三也非常孝顺 天天要把徐老三抱到院子里晒太阳 每天晚上 伺候徐老三的活就全由徐二宝宝了 他说 能和燕妮这样俊俏可人 温柔贤惠的姑娘结为夫妻 是他八辈子修的府 李二宝除了种地 就去山上挖药材 他是当地挖药材的高手 整个清风山他都跑遍了 哪里有什么药材 他都知道 他上山挖药材 比一般人都多 而且名贵药材比较多 卖的钱也比别人多许多 李二宝做了燕妮的上门女婿后 徐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尽管没有积蓄 但吃饱饭没有问题 而且徐老三的腿也慢慢好了 能下地走路了 至少不需要燕妮和二宝伺候了 徐老三心里也是特别的舒畅 如果燕妮再能给他生个孙子 那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于是 他天天盼着女儿燕妮的肚子大起来 然而 尽管小两口非常恩爱 如期四交 但成亲三个多月了 燕妮的肚子却不见动静 徐老三有点着急 就偷偷问燕妮 你们怎么回事 你俩成亲这么长时间了 怎么不见有喜 燕妮说 爹 您别急 生孩子这种事 也不是着急的事 有的人开怀早 有的人开怀晚 不过 一定会让您抱上孙子的 然而 又过了几个月 燕妮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 徐老三对二宝说 你去找个大夫给燕妮看看 开心要吃吃看 二宝说 我和燕妮商量过了 正准备去呢 听说青龙寺有个道士 看好过很多人呢 我想带他去那里看看 徐老三说 那就快去吧 你看我越来越老 也没有几年活头了 唯一的愿望就是能看到我的孙子 二宝说 爹 您放心吧 您会有孙子的 第二天 二宝和燕妮去了青龙寺 进了乡后 便找到那个道士 道士给燕妮耗了脉 说也没有大问题 我给他开几服药 回去吃了试试 如果还不行 你们就另请高明吧 二宝与燕妮谢过道士回了家 回到家 二宝说 燕妮啊 我们很快就会有孩子了 有了孩子 花销就大了 我得努力赚钱 你在家照顾好爹 我上山挖药去 燕妮说 那你可要小心 危险的地方千万别去 李二宝背着背篓上山了 但燕妮的心也跟着上了山 她知道挖药很危险 名贵的药材 大都长在比较危险的地方 加上每天都有人挖药 容易踩到的地方越来越少 剩下的有名贵药材的地方 都比较危险 一不小心就会摔下悬崖 弄不好 命就没了 这一天 燕妮的心里异常烦躁 中午的时候 眼皮子直跳 总觉得要出什么事 果然 李二宝这一上山 到天黑仍不见回来 燕妮就感觉出事了 赶紧叫人上山寻找 结果 在一处悬崖下面找到了二宝 但人早已经死了 燕妮大哭了一声便晕倒在地 不省人事 村里人便将他和二宝一同抬了回来 徐老三看见二宝死了 也悲痛不已 老泪纵横 就在燕妮和徐老三悲痛不已的时候 李二宝家的几个兄弟又找上门来兴师问罪 燕妮只好跪在他们面前说好话 并说一定要后葬二宝 安葬了二宝 燕妮天天以泪洗面 一直沉浸在悲痛之中 而徐老三一下子老了许多 身体大不如以前 前天 燕妮发现跌吐血了 但他没告诉燕妮 还安慰燕妮不要太过伤心 徐老三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需要燕妮照顾 燕妮什么都干不成 所以 家里的经济也一天不如一天 这天 徐老三突然感觉自己快要不行了 就对燕妮说 燕妮啊 爹拖累你了 爹走了后 你就弄个席子把爹埋了 千万别再借钱买棺材 爹啊 别乱想 你没事 日子还长着呢 徐老三说完这话没几天 便去世了 燕妮哭红了眼 哭干了眼泪 他想给爹买一口棺材 绝不能弄个席子埋了爹 可现在燕妮家的情况 别说买一口棺材 连一夜像样的席子也买不起 但燕妮是个非常孝顺的人 他不能让爹就这么埋入土里 他决定 卖身葬妇 于是 他来到镇上标明卖身葬妇 很快 就有人拉来一副棺材 又扔下一些银子 对燕妮说 快回家把你爹葬了 过了五七后我们去你家接你 燕妮把棺材拉回家 将父亲和二宝埋在一起 今天是爹的五七 燕妮去坟头给爹祭奠 也正好该给二宝上坟了 然而 当他来到坟头 突然听见有人大笑 燕妮吃了一惊 左右看看并没有人 是谁在笑呢 他突然有点害怕 想着赶快给两个亲人 祭奠完回家 那个笑声又出现了 你是谁 笑什么 有什么事出来说吧 这时 一条青蛇爬到燕妮面前说 你丈夫二宝根本没有死 还活得好好的 那份墓里买的并不是 你丈夫二宝 而是另一个人 你说什么 二宝没有死 还活着 我明明看见二宝死了 怎么会活着呢 你说二宝还活着 他在哪呢 青蛇说 别着急 你丈夫当时摔下来的时候 被悬崖上一棵松树挡了一下 所以并没有死 只是重度昏迷 失去记忆 我已经把他安置在山洞里 并给他服了恢复记忆的药 明天就醒了 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燕妮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青蛇说 你丈夫二宝就是被你卖身的那家公子害死的 你知道是谁吗 就是原来要娶你被你拒绝的那个公子许有才 明天你就会被接到他家做他的小妾 那他是如何害死我丈夫的呢 青蛇说 那天 你丈夫二宝又去山上采药 但他不知道后面还跟着一个人 而这个人正是许有才家的家丁 是许有才花钱让他来害你的 当二宝看到悬崖边上一颗灵芝时 便爬到边上去采摘 突然看到身后 有个人要将他吞下悬崖 于是 他突然转身抓住那个人 结果 两个人一起摔下悬崖 那个人当即死亡 而二宝只是中毒昏明 失去记忆 我知道许有才快来查看二宝死了没有 便将二宝和那个人的面目易乐容 所以 你坟里埋的不是你丈夫 而是死了的那个人 燕妮说 谢谢您青蛇 青蛇说 不用谢 我也是来报恩的 当年我被一只老鹰抓住 就在被老鹰吃掉的时候 十二宝救了我 燕妮说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明天许有才就派人来接我了 青蛇说 没事 明天早上我把来接你的人挡住 你到县衙去报关 第二天 许有才派人来接燕妮 当走到戈大岭村口 却在那里转圈儿 一直进不了村 而燕妮却来到县衙报关 县太爷听说是人命案 立即派人把徐有才抓进县衙大堂 开讨问审 县太爷惊讨目一拍到 大胆暴徒 快将你害死李二宝的事如实交代 徐有才说 我愿望啊县老爷 他丈夫明明是采药时 自己不小心跌下悬崖摔死的 而且早已下葬 怎么能说是我害死的呢 我又为什么要害他呢 仙太爷惊讨目一拍说 你又没去山上采药 怎么知道李二宝 是自己摔下悬崖的呢 徐有才说 是燕妮自己说的啊 他当时带了几个人上山找人 发现二宝摔死了 就拉回来埋了 村里人可以作证的 于是 县太爷传证人出来作证 几个跟着去寻找二宝的村民说 徐有才说的没错 二宝就是摔死了 燕妮当时也晕了 还是我们抬回来的 埋葬的时候 我们也在场 徐有才说 仙太爷 我真的是冤枉的 燕妮他这是无告 再说 我为什么要害死二宝呢 仙太爷问燕妮 你说 徐有才为啥要害你丈夫二宝 燕妮说 他当年要娶我 我没有答应 却招二宝做了上门女婿 他对我贼心不死 所以 当害死我丈夫后 又趁我卖身脏腹之际 将我买进他家作妾 仙太爷问徐有才 有这回事吗 快快招来 徐有才说 当年要娶她是真的 他没答应也是真的 买他作妾也是真的 但我也不知道他要卖身脏腹啊 我是见他可怜采买他的 这倒成了罪了 再说 燕妮说他丈夫没死 这完全是胡说 二宝如果没死 人在哪里呢 这时 李二宝走进大堂说 我在这里 徐有才 你看看我死了没有 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徐有才说 你你你 是人是鬼 你不是死了 已经埋进坟墓了吗 李二宝说 你想错了 我没有死 死的是你家的家丁 徐有才说 你胡说 村里人知道 摔死的人是你 埋进坟里的人也是你 仙太爷又问二宝和燕妮 你们确定坟里埋的人 是徐有才家的家丁 二宝和燕妮说 我们确定 仙太爷说 好 开棺验尸 结果 棺材挖出来 打开一看 死者正是徐有才家的家丁 于是 徐有才被判死刑 打入死牢 待秋后问斩 后来 燕妮也怀了孩子 生下一个儿子 儿子一岁时 燕妮和二宝抱着孩子 来到父亲徐老三坟前 说 第一 你有孙子了 他来看你了 再后来 燕妮又生了一个儿子和女儿 儿子和女儿 又生了儿子和女儿 他和二宝活到八十多岁后 寿终正寝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不知道您看完后有什么收获 欢迎在下方留言 离开前不要忘了订阅 按赞 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下个故事与您再次相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